阿罗汉没进行 但是 障碍自信的烦恼 他统统放下了 所以自信也透一点光明 与自信相应 再称为证据 阿罗汉称证据 毕之佛都是证据 再向上提升菩萨 菩萨叫正等正求 正是决定没错过 正知正见 等等于佛陀 等于佛陀 他并没有正德佛陀 没有正德 也就是说 他的思想见解 跟佛陀越来越接近 佛陀所说的一切近 他都能懂得的意思 不会把意思错解 这阿罗汉 阿罗汉才是真正的佛弟子 佛要好好调教他了 阿罗汉 阿罗汉以前都是培养善根 培养福德 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应允 得身极乐世界 得文如来正法 必须要具足 相根福德应允 那你能得佛 佛法的利益 这个能解几分 能得多少利益 完全是看你 把烦恼习气放下多少 为什么 一切众生 藉由如来智慧得相 跟佛没两样 就是因为 妄想分别执着 障碍了我们心得 让我们的智慧得相 不能限制 变出 舍法界六道 变成这个相 我们在这个里头守 接受